我叫余偉仙 人民力量挑戰挑戰 這個運動是要給選民一個機會 懲罰民主黨 愛民主黨不斷地叫你們 是投票給他 不斷地將他們重新送入議會 結果做了些什麼呢?去年 他親手背棄自己的選舉情諾 他在3月、4月、5月都順勢淡淡地說 我們是不會退讓 我們有3條底線是不會退讓 今時今日這3條底線不知道去了哪裏 他說繼續爭取 又說退讓 投票了你政府 又說繼續爭取 還想多加你多少年呢? 我們一班 即很多一直投票給民主黨的人 雙投聯盡 但是望著自己那區 只有民主黨的參選人 和建制派的參選人 我那邊的投呢 這個方法 就是提名其他人參選 若果你認同人民力量的理念 若果你認同跳票常運動的理念 你們可以提名人民力量的人參選 假如你這一區 或者你其他區 是有人民力量的人 你是願意他參選 去挑戰民主黨的 去追擊民主黨的 你是可以來到這裏 填寫這個提名表 我們準備了 填寫了 你的資料簽署就可以了 我們這一個票債票常運動 開宗仍然是追擊民主黨 叫民主黨為他背棄成落 來付出代價 我們亦都以追擊建制派為主 我們不會被指定落入建制派的手上 所以我們不但要追擊民主黨 也要追擊建制派 在我們的眼中 在市民雪亮的眼睛回頭 民主黨就是建制派 民主黨就是建制派 所以你如果真是很難投票的 你就要為自己做多個選擇 這項提名人民力量的人參選 多謝各位 你如果是認同人民力量的理念 可以提名人民力量的人參選 這樣 今屆灑越驅選 你就多一個選擇 不用惆悵 到底我這一條件頭髮 因為你都見到 在你雪亮的眼睛都見到 民主黨和建制派已經沒有了分別 民主黨的面目 已經和建制派完全一樣 甚至更加醜角 各位將軍澳 廣明院寶明院的選民 你好 希望你們支持提名 人民力量的人參選 今年11月區議會選舉 今次區議會選舉和過過完全不同 因為他們有機會晉升立法會 只要拿到其他25個區議員的提醒 他們是可以參加立法會 就是因為這次區議會選舉的結果 屢中輕重 特別是對民主黨 他投票支持這個政委方案的目的 就是想多幾個位給自己的人上位 就是為了這樣 為了他自己的政黨的利益 去出賣了香港人 密室談判 求共外港 然後告訴我 一人兩票 我用不著要你一人兩票 我自己的專業 給我足足有三票 我加上我有宗教上將 我有第四票 我用不著你給我一人兩票 我要一人一票 是選特首 還要是普選特首 我要一人一票 是選立法會議員 我不要你第二票A貨票 你第二票是A貨票 我要入場捐選特首 我要票選 要選特首 我不要民主黨的第二票A貨票 如果你都認同這個A貨票 是一個A貨票的話 你就不要給民主黨 今年輕易在區議會拿到議席 我們要去懲罰民主黨 民主黨去年去這樣出賣港人的時候 去踐踏你的選票 去侮辱你的選票 去侮辱你的選票 我們怎麼可以給它再欺騙多次 再侮辱多次呢 今年區議會選舉 給多自己一個選擇 你認同人民力量理念的 就可以提名人民力量的人參選 這裡有提名表格 你只要是合資格選民 居住在廣明或寶明院 就可以買來簽寫 簽寫提名表格和簽署 謝謝各位 我選舉選舉情諾 因為我選舉了選舉情諾 選民的必須要找個機會 選舉民主黨 但你們會有一個兩難的 就是你們之後會投票你 建制派的候選人 有一個方法去解決這件事 就是當個人去參選 不用像以前只是選民主黨 或者是建制派 其實現在你都不用選擇了 你選民主黨和選建制派 是沒有分別的 他們完全是一樣的 可能建制派的候選人 做些事比他們更實際 但你如果不同意 建制派候選人的理念 你一直都不願意投票你 建制派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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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提名另外的人參選 如果你認同人民力量的理念 如果你認同人民力量的理念 認同票債、票上、運動的理念 你可以來這裏 我們準備了提名表格 提名表格 你可以在你的區 廣明或者保明園這一區 提名人民力量的人 參加11月的區選 參加11月的區選 這樣你要起碼多一個選擇 不用再求上 到底我給民主黨 還是給建制派 因為兩者都已經沒有分別了